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空间站系统设计师团队的周浩诚 随着神舟15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对接 中国空间站将迎来满载状态 三个舱段加一艘货运飞船和两艘载人飞船 神舟15号航天员与神舟14号航天员即将载轨见面 空间站载轨形成100吨级的6航天器组合体 容纳6名航天员载轨交接工作6天 此时死警让人直呼666 中国空间站作为我们的太空家园 跟我们地面的家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充满了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 本期视频我们将带着大家从家的角度走进中国空间站 我们首先来看外部环境 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就好比在太空建造一所别墅 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组成的T字形组合体 是房屋的主体 核心舱节点舱和尾部是驳车位 有时停客车 有时停货车 机械臂相当于建设中的雕车 在协助建造空间站的同时 帮助托举航天员到室外工作 我们再来看看空间站的内部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空间站身处离地面400公里的近地轨道 内部航天员和活动的空间共110立方里 如同于地面多居室中常见的客厅 卧室等独立的功能分区 空间站是一个高度集成的航天器 每个舱段同时承担着工作和生活的相关功能 真正实现了居家办公的需求 我们可以参照家的居住功能 看看这些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这里是空间站的玄关和衣帽间 航天员在这里更换舱外服 也从这里打开舱门完成出舱活动 空间站内部有两个区域承担此部分功能 分别是核心舱的节点舱和问天舱的气杂舱 这里是卧室 空间站内部共有六间卧室 其中三间在天河核心舱 三间在问天实验舱 卧室里设有储物区并配有空调 照明灯 抱点音箱 温湿度检测仪等设备 还有各类的扶手帮助航天员在漂浮的状态下固定身体 透过卧室里的悬窗 航天员可以依览地球的大好河山 也可以一睹宇宙的浩瀚无穷 而且这里的噪声也远低于其他区域 下面是工作间 航天员载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开展各项科学实验 工作间里安装了太空离心机 微重力设备等各种先进的仪器 随着两个实验舱的到来 房间里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丰富 核心舱和问天舱在工作间旁 还专门划分了承担就餐的区域 配备有折叠式餐桌 微波炉 热风加热装置 冰箱和饮水机 以及用于放置满足三人七天食品用量的储存柜 由于处于微重力环境 餐厅未配备餐椅 航天员一般每七天从货船里取一次食品 航天员用餐产生的垃圾 可在就餐区统一装大 最终放入货用飞船统一销毁 医务室也是少不了的 空间站设置了负责航天员医疗保障的单独区域 能够完成心电 呼吸 体温 血压等常规的检测 以及各器官功能的监测 对于心脏急症 四肢骨折等症状 医务室也有应急救治手段 还能通过天地通化 远程进行心理诊疗 为了减轻股丢失等载轨长期生活的症状 空间站还在三个舱段内分别配备了健身房 供航天员每日维持一到两个小时的体育锻炼 使肌肉和血液循环维持正常水平 其中包含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 可自由使用的拉力绳 微重力阻抗锻炼装置 让航天员在微重力的环境里做有氧 举杠铃 这里是卫生间 天河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各有一个 设置在远离餐厅的位置 用门帘隔离 其中配有大小便收集装置和个人卫生用品 在核心舱大柱段的尾部 与天州货运飞船的连接处 还配有一个储物间 这里可供航天员储放物品 并与货运飞船的船舱 共同完成储物功能 以确保空间站内部的清爽整洁 在这个多功能的太空之家中 可实现整舱的5G Wi-Fi全覆盖 并且还加入了智能网络和智能家居 航天员每天都可以与家人通话聊视频 不仅如此 航天员在太空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少 除了有手机和PiD等娱乐工具 还能接收地面的电视信号 观看春晚和世界杯 过年的时候也会和我们一样 贴春联 猜灯迷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空间站 期待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与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 载轨交汇顺利 未来再接纳更多的航天员和载荷科学家 在空间站上进行空间科学实验 充分发挥国家太空实验室的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